台湾社會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司法的程序缺乏的證明 太多人透過媒體在發話 葛文貴第一季的進政度錄影 說到司法沒有正義 本來就是說葛文貴的提示控告 現在聽說是決定沒有要控告 葛文貴的律師連下發聲明 說葛文貴旗子裁定 有幾六位明顯的錯誤 本來要以法控告 但是葛文貴進政度表時 他還在發展說 不管他讓發言有所為難 現在不管他控告 請檢察官在兩個月 幾下幾下 真一切調查義務 他也真得配合調查 就到司免回來後 有關部要控告 到底是為什麽 葛文貴放棄抗告 決定被羈押兩個月 這法經人士就分析 這背後可能是要營造悲劇 英雄色彩 你要嘛就不承認 為什麼要模糊承認 我在猜 因為第二次羈押庭 他想出來了 認清的 但是模糊承認 看看這樣裝可憐 法官會不會放我出來 沒想到法官還是不願意 講給這些小草 民眾黨黨部的人聽 你兩個月 你趕快去集結吧 全台大宣講吧 我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除了葛文貴醫官 比基阿四的筆格 包括前台北市府市長彭政生 為警集團主席的選情 台北市機關應小威 跟他做力 五順便 他拿出控告 然後都補回 比較重要 沒有拜託是 葛文貴憑國 他要控告 成功機会有哪些少 整個沒有控告 認識用法有違誤 也就是這個裁定是違法的 那既然是違法 卻不照法定程序進行救濟 這個理由第一點就矛盾 民眾黨上上下下 全黨攻擊司法 葛文貴卻講說 不讓法用為難當藉口 顯然這部分也是表理不一 看見葛文貴是自關閉修了 不過 歡迎基阿里郵士兵地 違法有關這期危機 都在犯險中台 我加上警署倒不起來 是要拚控告 勝算也不管 民視新聞綜合報道 再來紹介及時 紹介正確的新聞綜合